欢迎来到科技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鸿蒙系统升级为3.0版本以后如何进行质感扫码 我们想扫二维码的时候 不用打开某些应用 只要手机对准这个二维码 手机就会自动的去扫码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 扫码付款或者扫码加好友都是可以使用的 该怎么操作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鸿蒙 系统手机如何进行感知扫码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可以先查看一下 系统是否是鸿蒙系统的3.0版本 我们点击一下设置 网上滑动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关于手机这个选项 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鸿蒙OS版本的3.0 当然如果不是3.0把它更新到最新版本即可 这是第一步当我们更新完成以后呢 点击一下返回 然后点击设置选项 大家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辅助功能 我们点击辅助功能里边的话 会有一个智慧感知这个选项 点击智慧感知打开智慧感知以后 大家会看到下方有一个智能 助手比如说注视屏幕不吸屏 当你眼睛对着屏幕看的时候 它不会直接吸屏 这也是注视屏幕的一个智慧注视 智能注视我们可以把它开启 然后下方有一个感知支付 我们点击打开可以看一下它的说明 感知支付将手机主桌面对准扫码设备 并保持约15厘米的距离 可以快速的调取支付界面 它是进行感知扫码的感知支付 但下方的话有一个默认支付方式 我们点击一下可以选择微信支付宝或者是华为钱包都可以自行去选择就可以了 我选择微信支付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返回 这是感知支付 然后在下方呢 还有一个感知扫码 我们点击一下 可以把它开启它是在桌面场景下 手机于1米内对准2维码出现2维码的图标后 连续敲击后盖两次 或者点击图标就可以快速扫码 可以敲击后盖两次 或者是点击图标就可以直接扫码 比如说像支持收款码单车码都可以进行扫码 然后的话有支付方式 大家可以自行去设置就可以了 我们开启以后呢 就可以完成了一个智慧感知扫码的一个设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的话它会自动跳出去 可以直接扫码了 好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了 像我们红盲系统3.0如何使用质感扫码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推荐 把这个实用的技巧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拜拜